偷来的联赛 偷来的ID 偷来的人生 这就是近期被网友疯狂吐槽的 容耿抄袭作品 《你微笑时很美》 而作为男主角的徐凯 就成了被炮轰的对象之一 随之而来 徐凯殴打女友的丑闻又一次被挖了出来 毫无背景的徐凯 为何在如此毁灭性的丑闻之后 还能爆火呢 这里是呱唧娱乐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渣男徐凯 徐凯1995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普通家庭 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年纪轻轻的徐凯在高中的时候 就要一边打工一边赚钱 虽然之后成功考上了大学 但迫于经济的压力 徐凯被迫辍学 上学期间 徐凯的帅气是全校出名的 是有名的校草 因此加入了学校的模特队 有上场表演的机会 辍学后 由于在校的模特经历 18岁的徐凯 选择了继续走模特的道路 他参加了中国广州国际模特大赛 最后获得了男子平面组的冠军 以模特的身份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进入娱乐圈的前三年 徐凯一直都在做一些平面模特的工作 属于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甚至查无此人 直到2016年 徐凯因为帅气的长相被于正发现 并签约到了欢愉影视 才开始正式踏入演艺圈 同年 徐凯就在于正导演的神话剧《招歌》中露面 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演影视剧 于正虽然被称为死丫头 不招人待见 但是他对自己手下的艺人却是关心有加 为了捧红徐凯 于正让他在自己几部大剧中都客串了重要角色 徐凯搭档赵路斯主演了电影版《蓝色生死恋》 还在电视剧《凤球皇》中饰演沈玉一角 而徐凯自己也争气 抓住了每一次的机会 在剧中都有亮眼的表现 逐渐积累了一定的人气 徐凯对表演是极有天赋的 他在这几个角色中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表现得可圈可点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徐凯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一唇 2017年 徐凯进入了演习攻略剧组 为了演好复查复衡这个角色 徐凯剔去了自己的头发 早早地进入剧组钻研剧本 正是凭借着这部剧 让徐凯从娱乐圈的小透明 一跃晋升为炙手可热的小生 而复衡和剧中的魏英洛 最后的结局也堪称是悲剧 让观众大呼一难评 极力希望二人在现实中能终成眷属 据外 徐凯和吴锦岩但凡合体就要撒一波狗粮 一时之间还真传出了绯闻 说起徐凯的绯闻 就不得不提此前网络盛传 徐凯女友众多的言论 更有甚至说徐凯的女友人数 大有赶超梁山108这样的趋势 所以有网友调侃说 徐凯有108个前女友 但实际上目前可以确定的 徐凯女友只有三个 分别是彭宇和 大金和张楠 另外 徐凯还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绯闻 就是和于正旗下的花旦白露的恋情 就是拍摄《沿袭攻略》的同一年年底 徐凯主演了于正的另一部古装仙侠剧《招摇》 而这部剧的女主角就是白露 徐凯在剧中饰演处世沉稳 性格隐忍 并且深情的魔王之子力尘兰 凭借帅气的长相 夺人眼球的人设和到位的演技 徐凯的事业被推向了高潮 自此 两个人就开始捆绑在一起 成为于正引以为傲的黄金CP 第二年 徐凯和白露俩人又一次合作了 于正导演的另一部 民国青春剧《烈火军校》 并被拍到两人在片场举止亲密 动不动就搂搂抱抱 或许是两人经常合作 观众也带入了两人角色中的感情 认为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对 两人还被拍到 回同一住处的照片 为两人假戏真做的传闻 更添了一锤 不过两人对此都没有任何回应 具体如何 恐怕就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除了白露之外 粉丝还挖出了徐凯出道前拍摄的 一组恋爱写真 写真的女主角 也是于正旗下的演员张楠 照片中的徐凯穿着纯白的短袖 女友张楠则是穿着蓝白相间的短袖和白裙子 两人一起吹泡泡 一起玩水 真的就是情侣的甜蜜日常 徐凯眼里满满的都是温柔 感觉都要溢出来了 但是随着徐凯越来越火 麻烦也随之而来 2018年2月份 徐凯的前女友大金爆出了一则 关于徐凯殴打女友的丑闻 起因是白露在InSound 发了一双高跟鞋 并配文人生第一双正儿八经的高跟鞋 结果这张照片被大金发现高跟鞋底下的床单 是自己送给徐凯的 于是大金在微博吐槽 并表示白露是徐凯兄弟的前女友 虽说前男友找到新女友很正常 但是大金却认为 徐凯和白露有暧昧的时候 并没有和自己分手 大金分析自己和徐凯是在15年未分手 16年初 徐凯就有了新的女友并公开 而这时两人才分开一周的时间 这不免让人多想 大金的这波吐槽在小范围激起了水花 然后就有粉丝私信大金 表示徐凯前段时间在酒吧约她 徐凯这下坐不住了 发微博at大金 并表示自己没有主动搭讪女生 还表示大金是看不了自己红 极度才说了这些话 大金肯定就不乐意了 本着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的原则 爆出了徐凯在恋爱期间曾经对自己动手的事情 大金称两人交往期间 有一次徐凯打游戏 他不让他玩 结果徐凯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 他的脸都被打肿了 并且po出了自己受伤的照片 除此之外 大金还一口气晒出了徐凯约多名女生的证据 包括微信聊天记录 就这么看来徐凯就是个活脱脱的渣男没跑了 殴打女友 花女人钱 各种撩骚约人 但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大金po出受伤的照片后 就有网友扒出这两张所谓的受伤照片 和他去年二月份发的工伤照片 无论位置还是伤势大小都是极为相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金17年的动态中 没有一条指责徐凯的 反而在之后流出的几段 徐凯和大金的相处日常视频中可以看到 都是大金冲徐凯发脾气大吼 其中 还因为徐凯没有去机场接机 大金让徐凯给他跪下认错 还有大金在喝醉酒后 逼迫徐凯在朋友面前下跪 这可一点面子都没给徐凯留啊 从这些视频中可以看出 在这段感情中 徐凯一直都是处于弱势 就这样一个对女友唯听侍从 温温柔柔的人 真的会做出殴打女友的行为吗 而且这个大金口口声声地说 此前不发是因为怕影响徐凯的事业 可是此前徐凯根本就没什么事业 如今徐凯刚迎来一丝希望 大金就迫不及待地给人家 扣上一顶暴力的帽子 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说话方式 不免让人怀疑大金说话的可信度 尽管大金的话疑点重重 但是很多不明就里的网友 一听徐凯动手打女友 就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徐凯 这对刚刚有点名声的徐凯来说 可谓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随后工作室紧急发表了声明 表示是炒作 而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谩骂 身为男主角的徐凯 只是发出了一份否认的声明 表示两人之间确实有过 因为吵架而发生的推丧 但如果碰一下都要被说成是暴力行为 未免有些上纲上线了 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大家理智吃瓜 那么徐凯为何能在具有毁灭性打击的 家暴风波中存活下来呢 除了女主角漏洞百出的措辞之外 还有就是徐凯的一位大粉 一只清丹的功劳 这位大粉可以说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 硬生生帮着徐凯逆天改命 在徐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 一只清丹另辟蹊径 走黑粉的路 让黑粉无路可走 徐凯被爆出丑闻之后 一只清丹带着徐凯为数不多的粉丝 直接放弃抵抗 坦率承认错误 躺平阵潮 表面上看好像是妥协了 但实际上却用自己的方式 希望路人们可以放下偏见 真正了解徐凯的为人 借用一只清丹的原话 他们不怕徐凯上热搜 因为每上一次 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徐凯多一点 否则徐凯将会一辈子 带着被严重夸大的丑闻 不了解真相的评判 对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先入为主 用自己的偏见去揣测衡量别人 最后送上于秋雨先生的一段话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逆耳的声音 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告白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 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